我們現場有三位 金太跟月裴太 還有我個人是李太 來 告訴我李明浩的小故事 那妳要認識一下未來的婆婆 妳的婆婆 就是李明浩的媽媽 其實我跟你講 李明浩這個新媽真的很厲害 她從以前就預知 明浩 我們的明浩 會變大明星 是嗎 她在懷明浩的時候 她做過一個胎夢 就是懷孕的胎夢 她當時就夢到一大片 火紅色的辣椒田 那辣椒 還可以吃辣椒嗎 火紅的辣椒田 你看我這個小孩 將來一定是個 代表什麼意思 火子啦 好 這是胎夢 在李明浩演花樣男子走紅之前 李媽又做了兩個夢 妳婆婆好厲害喔 李媽可以去開館是不是 她今天做一個夢的 夢到明浩五歲的時候 再跟爺爺奶奶玩玩玩玩 玩玩就跑到李媽面前來 可是脫了褲子就要大便了 因為她才五歲嘛 那她媽就看這個小明浩 怎麼會這樣子呢 就看她拉死了 可是拉出來全是黃金 黃金大便 一圈一圈的黃金 她媽想 夢中想說 我們明浩發了 黃金大便 大滿地喔 一隻黃金大便 結果隔了五天之後 她又做了一個夢 那時候明浩還沒紅嘛 她夢到她們家的小鎮 那個照相館 放一張閩浩很大的殺龍照 紅了 閩浩會紅 閩浩會紅 所以妳婆婆好厲害 她都知道閩浩會紅 可是我們講明星一紅 是非就多了 之前李閩浩去紐西蘭拍廣告 就有人說怎麼看到 李閩浩這麼紅的明星 也會去賭場賭博 小事身手 後來就被拍 那有什麼金秀琛還會抽菸呢 其實沒什麼 我們的周杰倫不是也去韓國 其實這個是他們紓壓的方法可能 所以就有粉絲在那邊 講說沒有啦 這樣子 那另外講李閩浩 她雖然戲裡面 都是感情很充沛對不對 可是她真的談過三次緋聞了 可是每一次都有一些狀況 你看她跟普寶英 然後普敏英 還有朴姓慧對不對 不同的劇裡面對不對 都姓朴 都姓朴 我姓周怎麼辦 所以妳知道妳是要老婆嗎 你是中間殺出來的男生嗎 普建林可以進補 普建林 你要小心自己的身分 那講她跟普敏英那一段 其實她跟普敏英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是有 中間有另外一個第三者的 可是第三者 並不是我們的李閩浩有女生 而是另外一個男生 所以是有小王 不是有小三嗎 小王 可是三個 那個是普敏英 也是她的這個李閩浩的好朋友 是誰 不知道 她們韓國贏圈也很多 可是最好普敏英她沒有選擇 李閩浩 她選擇另外一個男的 謝謝妳 把她讓給我了 再看到普興會 她們演繼承者們 那她們兩個傳緋聞對不對 可是普興會居然跟美女說 我比較喜歡金與冰 妳的情緻來了 妳的情緻來了 謝謝普興會 她們都把她留給我 那現在我們叫做李閩浩她多紅 其實李閩浩她現在她的這個驚嘆 妳剛剛講驚嘆 驚嘆也變成這個 她們的這個作文題目裡面 也是一個字了 那但是剛剛講 其實李閩浩有多少人喜歡呢 就像妳一樣那麼痴情的 她在繼承者們裡面 演媽媽那個明星 就是她的小三媽媽人 她是樹子嘛 那個媽媽就講說 其實撇開戲裡面 她其實最想偷情的男生 就是像李閩浩這種男生 她也不寂寞啊 一定很多人都想跟她偷情 就好像我們秀琴 她就是最想偷情就是誰 那妳講一下 妳想跟她怎麼偷情 我想要她當我的寵物男 每天就是跟我在一起 妳這不是偷情 妳是名字來了啦 妳也沒關係 妳也有故事人壽 沒關係 等一下 妳老公就要換了 我們也這樣子用換箱 大家知不知道那個 她跟全志賢 然後在那個旋轉餐店 我不知道 然後吃一個那個牛排餐 對不對 吃完之後呢 把一個吻給我啦 她好純情喔 我跟你講 我比她更純情 我只想要李閩浩 我只想要李閩浩這樣子 妳轉過去 我只要李閩浩這樣子抱住我 我就可以了 因為她最喜歡從後面抱住 不是妳在燒菜的時候 熊抱一下這樣子嗎 對啊 就熊抱一下 來 請問一下 我們家李閩浩可以紅鍋酒 李閩浩她是巨蟹座的 按照她的運勢來講 紅三年以上到五年是沒有問題 這麼多嗎 還要看到她們明年都要去當兵 但大家別急 我在這邊公布 李閩浩曾經公開說過 她選女友的五大條件 第一 長頭髮 對 我長頭髮 第二 喜歡穿白襯衫 沒問題 白襯衫 白襯衫好看的 很清純的 第三 要有文藝氣質 喜歡文藝的 有文青感的 文化可以啊 她只有一個文 第四 要會撒嬌 妳不可能 會撒嬌 第五 要穿高跟鞋好看的 文化 文化 妳有限制年齡 所以我想在場 應該都有機會吧 對 文化 文化我幫妳 好啦 妳們都精態的精態 裴太的裴太 那 我告訴妳各位 李閩浩七月要來了 大家就看我都 謝謝妳的觀賞 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 十點鐘 中間一日台新聞一日通 拜拜 一早早